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学习 但学校黑心食堂却打碎了家长们的希望 这个视频是2024年6月 中国某地所学校的小学生当众揭露学校食堂的卫生问题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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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她们吃什么 小朋友一下 这个就是电话 餐盘是不是换了 然后食品也换了 然后第二 然后 但是食品安全保障是不是又得了 食品里面还是有蚂蚁虫 因为我们跟老鼠说 老鼠说是喝胡椒 原来胡椒有吃饭有腿有助手 我食品里面的那个菜 真的 干水一日游 干水一日游 吃得跟一个食一样 对 其实中国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而且无论是大学中学小学还是幼儿园的食堂都存在着食品安全问题 2018年4月11日一张网络截图显示 有网友爆料说 江苏徐州卫生学校食堂一直存在着卫生问题 先后在食物中出现胶皮 头发丝 铁钉等 昨天上午早饭中出现一条蚯蚓 学校不让出去吃 但是连这种最基本的卫生都保证不了 他们老实说调查调查 结果一段时间以后就不见寻求公道的增绩 2018年3月30日 沙海应用技术大学的多名学生向中国澎湃新闻记者反映 在学校食堂买的鸡蛋有煤斑 事后校方回应说已经换了同批次的鸡蛋 2020年11月10日 有网友发视频爆料说 明夏理工学院北院食堂后厨的工作人员在拖地时 直接把拖把放进旁边的一口炒菜大锅里清洗 有网友说 这有什么 我上学的时候经常有人吃出苍蝇和蟑螂 都习以为常了 也许有人会说 既然大学食堂里的饭菜质量不好 学生叫外卖可以了吧 但问题是不少中国大学禁止学生叫外卖 为的是强迫学生吃大学食堂 这个视频显示的是 2023年4月25日将做一个拿到外卖的男大学生 在努力躲避学校保安大叔的围堵 视频字幕上幽默地写道 大学生拿个外卖不容易啊 还和保安大叔比耐力 然而幼儿园食堂的食品安全问题 更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2018年9月19日 一名自称是安徽五湖旧江区的 同心幼儿园家长的网友举报说 该幼儿园给孩子吃生虫没变的大米 变质发臭小鸡腿 还用过期的食品调料做饭 有多个孩子告诉家长 在幼儿园里吃的鸡腿里面臭臭的 家长进幼儿园的厨房发现 园长和教师吃的是新鲜的大米 孩子们吃的米则是发黑的沉米 还爬满了虫子 厨房里一些调料品已经过期一年多 这个图片上面是幼儿园园长和老师 吃的干净的白米 下面的图片是孩子们吃的爬虫子发黑的米 下面这个图片是童馨幼儿园过期的调味品 那瓶白醋瓶盖上写的生产日期是 2015年8月24日 当家长发现这些调味品的时候 是2018年9月19日 事件曝光以后 也有多名家长反映 童馨幼儿园园长开办另一个 叫做德德贝的幼儿园也存在这种问题 家长举报说 幼儿园冰柜里有区 餐具柜上爬着蟑螂 镇空包装香肠都是过期没变的 还有多个孩子被送到医院 检查出炮枕病毒感染和肝功能受损 甚至有多项肿瘤指标不正常 也有一些孩子出现反复发烧 身上起疹子等病症 被诊断为炮枕性咽下炎的并发症 有家长称有9个孩子被家长带去南京儿童医院检查 发现有8人肿瘤指数超标 下面这个得得被大四班家长交流群的聊天截图显示 有家长说夏老师不带我们检查自己去 9个有8个肿瘤严重超标引发癌症 在哪个医院体检的?南京儿童医院 下面这个聊天截图显示 一名孩子的妈妈给幼儿人老师发信息说 马老师 我儿子肝癌 明天我们不来了 我想死了 麻烦把我们学费尽快退给我 我在卖房 我想治好我儿子 他7岁才7岁 我的儿子肝癌 马老师 我没有办法了 家长们开始在幼儿园门口抗议 拉起的横幅上写着 得得被与童馨两间幼儿园 使用过期发霉的食品给孩子吃 导致孩子肿瘤严重超标 吴湖市政府封锁我们 天理何在 公道何在 请有关部门还我们一个公道 海恒幅上写着 得得被幼儿园给孩子吃剩菜剩饭 转金大豆油和生躯的食物 造成孩子食物中毒 恶意残害祖国未来 严惩不殆 乌湖政府派出大笔警察到现场戒备 有部分抗议者被警察带走 至于22号晚间 至少500名孩子的家长和亲友 在安徽五湖高速路口及大桥下聚集 打航服抗议 有知情网友说 家长投诉无门呢 跑去五湖市政府 政府压着 闹大了就说会严惩 老百姓只有受虐的份 官商勾结 太黑了 心寒 他们对家长很凶的 像是老百姓犯法一样 虽然在社会舆论压力下 当地警方拘留同心幼儿园的负责人 梁爱莲 但设施的同心幼儿园 和德德贝幼儿园停课了几天 就正常上课了 有网友说 恢复上课 这不是应该吊销资格吗 太轻描淡写了 家长放了吗 看来后台很硬呀 还没解决问题呢 这大门都已经开了 不得了 就在上面两家幼儿园 恢复上课的当天 乌虎的家案明珠幼儿园 也被曝光了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以备立案 当时有家长发现 学校送来快过期的牛奶 就立即强行冲到学校厨房 结果发现了 劣质的转筋大豆油 八枚的红枣 已过期半年的酱油 过期的紫菜 和速冻转筋的荷包蛋 这位家长说 自己的女儿这一年来 经常说肚子疼 拉肚子 有时大便都是黑色的 在中国 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幼儿园 也被不断曝光 早在2015年4月 就网友曝光出 重庆财富明珠幼儿园 长期给孩子 吃腐烂发霉的食物 据悉 重庆财富明珠幼儿园 被称为是国家一级幼儿园 据家长介绍说 事件起因是 有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告诉家长 幼儿园里的菜是臭的 不愿意吃 有几名家长 就悄悄的到幼儿园厨房 拍下桶装油的照片 回家做成传单 发给了其他家长们 后来 又有几位妈妈 在幼儿园厨房做饭的时间 闯了进去 看到幼儿园给孩子们吃的食物以后 非常震惊 其中包括冰箱里发臭的猪肉 坏掉的橘子 腐烂的西红柿 和过了保质期的小馒头 以及发癌的土豆等 有学生家长留言说 因为食品都是统一采购的 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学费 竟然就吃这些 没有双语资质 竟然私自多收费用 黑心远掌 得知真相的上百名家长 到幼儿园门前打出横幅 看澄清财富 明知幼儿园如何残害孩子 进行抗议 但却被警察抓捕 更让人担忧的是 即使是重点学校的食堂 也同样存在着食品安全问题 2019年3月11日 是四川成都市温江区 期中实验学校的植树节 每个班有3-5名家长 抽邀到学校植树 中午11点 家长们到学校食堂 看孩子们吃饭 顺便参观了一下食堂 结果看到场景 让家长们大吃一惊 有坏掉的哈密瓜 还有部分添加剂 食用油等 事件发生以后 校方开始清理库房 卖纸箱 把冬肉和问题食品进行转移 3月12日晚间 家长们拦下转移食品的卡车 并且当场报警 很多家长听到消息 也赶到学校 家长们从学校转移的食品车中 发现很多来历不明的食材 包括猪肚 腊肉 鸡腿和鸭鞋粉等 并收出一堆食品调味剂 添加剂 据悉 近一两年来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有大概90%的学生 都经常肚子痛 呕吐 家长们都以为是 孩子体质有了问题 根本没想到 是饭菜质量出了问题了 还有学生流鼻血 便血便秘 这里出现 急性扁桃体发炎等症状 下面这个视频是家长们拍摄的食堂过期的鱿鱼和排骨以及面粉 这是给孩子们吃的 据悉孩子们会拉肚子便血 食堂的饭菜味道如何 学生们最有发言权了 这个视频是学生的真实感受 据悉 三月十二号晚间 有一百多个得知消息的学生家长 堵在学校食堂库房门口 阻止校方把这些腐烂的食品转移出去 学生们也在视频中 清楚地说出了这一点 我在学校基本不想吃饭菜 那种你特别硬 根本好硬哦 僵尸肉你想吃吗 僵尸肉啊 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有家长过来 就已经出来了 学校分了三车 分了三车 七天中全部被围 中学时堂的两车运出去了 等到小学部的第一车就被堵住了 那里面 习班里面就尝了很多福 我们一样吃的八宝粥 用手艺术全都是颜料 人海就是那些牛的 都是用那个猪的 加那个牛的粉混的 不是真的牛的 哎呀 平时你们要跟我们讲 都是用棉花做的 有些时候呢 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不小心把油滴在了袖子上 我玩了一下 那个油都是臭的 那米饭完全是硬的 2019年3月13号 家长们到学校门口抗议 被警察用辣椒喷水去散 还抓走12人 事后释放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家长们在学校门外抗议 一名女家长拿过公安局局长的话筒 问她家长被打是怎么回事 也有很多家长给在场警察下跪 你看把我们全部都当成暴力粉资了 快快往方 你把我转发到其他群里头 妈呀这些公安真负 这就是啊 这就是真负 你看 全部把家长当成暴力粉资 这大 我们的局长是吧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有家长在外面光滑大道 被警察带走了 然后有家长被打了 什么回事 对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小学食堂部 曝光出的食品安全问题 引发了家长们的愤怒 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下面的视频显示 当地大批善良农民们 自发的骑着摩托车 背着杯框 自发的给学生们送新鲜的蔬菜 对于上述事件 前几年艺术学院教师 卢雪松女士 向海外中文媒体表示 这就是 旅渐不显的存在于中国的各个角落 既是食品安全问题 又是教育问题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 超市可能卖过期的食品 一些大型食品企业产品中 可能有地沟油 三聚氰胺 甚至把猪瘟的肉当原料 从媒体报道中可以发现 不止这一家学校 使用过期 或者腐败的食品的新闻 卢雪松说 导致这种事的直接原因 就是道德堕落 没有底线可言 这些人 首先是追求眼前的利益 实际上 是进入了互害的模式 学校校长也好 承包商也好 食品管理者 他们在做这种事时 追求短期大利润 也等于是承认了一种恶的价值观 就是互相欺诈压诈 缺乏道德 再进行巧取豪夺的互害模式 卢雪松认为 这也是中共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 从历史上来看 从毛泽东对中国的统治开始 他不是简单的独裁 而是对利益的极度膨胀 和对他人利益的极度压诈 以及在过程当中种种卑劣的流氓手段 惨酷斗争 舆论前置也好 真相掩盖 已经形成模式 在中国大陆 很多人已经内化到观念里 一名大陆保障权益方面的专家 向海外的中文媒体表示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是唐事件 绝不是偶然事件 在中国所谓的教育产业化 教育变成利益集团 谋取私立领域 观山勾结 在学生生活学习的每一个环节中打主意 包括吃饭 打疫苗 补课等方面 都有榨取最大的利润 所以学校食品安全问题 才会接踵而来 其实不只是学校 对整个社会来说 食品来源本身就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 无论是食品 药品 还是攸关百姓生活 生命健康的产品 都是在各种官山勾结 和利益集团控制下 即使作为监管机制的政府部门 也加入到腐败当中 中国的权贵市场经济 就是以牺牲人民和劳动者的生命 牺牲消费者的健康和环境为代价 从人获取最大的利润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您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